大家看几幅画像 这画的是明太祖朱元璋 一幅龙形异象 满脸的麻子 与其美约龙形异象 倒不如直接的说是猪腰子脸 那么明太祖朱元璋 真的长这样吗 用我们的钩子想也不可能啊 实际上这是清代的画师 为了丑化前朝的皇帝 也不排除有阿谀奉承 清朝皇帝的嫌疑 朱元璋在元末时期 参加农民起义军史 并没有真正的名字 他只有一个外号叫猪虫八 参加红金军做了统帅后 大统领郭子兴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叫朱元璋 元代表开始的意思 张者美玉也 大家通过朱元璋的名字 可以想象到朱元璋的形象 如果他长得张头鼠目 那么郭子兴又怎么会给他 取美玉一般的名字呢 实际上这幅画像才是 朱元璋真正的形象 后面这个胡须发白 是他万年时期的画像 虽然已经古兮之年 但是仍然仪表堂堂 这个历史人物被抹黑 我们已经司空见惯 但是这么黑虫吧 是不是有点过昏呀 就是这样的一段时间 我现在就想象了 这个历史人物被抹黑虫 就像这个历史人物被抹黑虫